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经常联系 就是偶尔打个电话 发个关系 那还发自明镜与点栏目 都没够见过来啊 我不晓得 我都不晓得 你不知道他去找你现女友的事儿 你的确不知道吗 我怎么觉得你没有说实话 你看嘛 你看嘛 他就是这样子 再回事嘛 再回事 立轩 我可以这样来猜测吗 之前你和邓谦的那段感情 不是因为你们之间出现了问题而分了手 是因为你父母的介入 所以其实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心没有死掉 没有没有 前段感情我早就已经走出来了 走出来了 那为什么我感觉你欲言又止的 在隐瞒一些事情 怎么了 啊 你说嘛 到底啥不是 为什么邓谦会告诉你现在的女朋友说 因为他的存在才让你们没有结婚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自信来说这样的话 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跟他聊天 话短信这些 他就问我最近的干啥子 我就说我马上要结婚了 就等我跟他要结婚 差不多半个月前我跟他聊了一天 等一下 你不是说你没打算跟他结婚吗 我当时只跟他说嘛 我就说我们要结婚了 然后他就 我就去让他多久就回了 只要回来找他事 我这都不是很清楚 这位神秘女人的到来 几乎彻底摧毁了小鑫对丽轩的信任 张力轩的态度好像已经误认了 找到小鑫的神秘女人就是自己的前女友 难道张力轩在与小鑫恋爱时 一直和前女友藕断思连吗 尽管他一直辩解自己和前女友并无瓜葛 那么这个女人又为什么会突然找到小鑫 进行所谓的炫耀行为呢 他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张力轩又为何欲言又止呢 这段感情也未免太藕断思连 带错综复杂了吧 你要跟他结婚 你跟你前女友抱贝 你不跟你爸妈抱贝 你这里要跟女友结婚了 然后你不去跟自己的父母说 不去跟自己的长辈说 然后在那边去跟自己的女朋友说 他前女友 这个前女友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同时脚踩两只船 是这意思吗 我不得不怀疑啊 小伙子 他就当成一个朋友关系 他就签了 什么呀 如果说分手了以后还能做朋友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没爱过 要么还在爱 写小鑫当时 这个神秘的女人来找到你的时候 是留了一个联系的方式给她 我把这个好吗 一定给了别的 而且把这个已经含过了 我知道 之前上场之前编导 就已经跟我讲了 说今天啊 邓谦也来了 她也来了 对 我们把她也请到了几个现场 虽然说很不容易 也给她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 后来她也愿意说来到现场 把一些解释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 张丽轩的前女友邓谦来到现场 她的表现 当时邓谦 25岁 成多人 张丽轩的前女友 小心我跟你来求证一个事实 那天去找到你的是她吗 死她 也就是说是同一个人 是丽轩的前女友邓谦 死她 现任了这一点之后 那现在就有一些问题 要跟邓谦聊一下了 之前一直在外地对吧 对之前我一直在北京 为什么这次突然间回来了 因为我觉得在丽轩心里面 是一直有我的 所以说我想要回来 我觉得 对他们两个不可能 所以说我觉得 我应该回来 往回这段感情 你这样的想法 是以自己的想法 还是说 也有丽轩的想法在 当然也有她的想法 因为 为什么 我知道他们要结婚以后 然后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他们就没有去领结婚证 对 他俩是没有去领结婚证 但是 这个原因 到底是什么 你觉得是因为你 没错 我觉得是因为他还放不下我 所以说 这话是他亲口告诉你的 根本你没想过 你想你都把 那这样 我来这样问吧 你们分手有多久了 有几年了 我们 反正我 我去北京之前 我们是在一起的 然后 几年以前 我和我妈一起去北京 我妈就是 她的这个 姨妈 她是我舅舅 啊 这个邓谦呢 他是 我那个 接近 林洋的一个 也就是 邓谦和立轩没有血缘关系吧 他们呢 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把这个血缘关系 他们把这个血缘关系 我们只是名义上的表兄妹 以兄妹相称 对 但是 你们从小 一起长大 这个比亲兄弟还要亲 你们的感情当时就是超过全中了 所以这个也是当 当年你极力反对的原因 哎 当他们长大以后 提出这种事情 你说作为老人这个 观念上根本就过不去 嗯 你们从小我们是把你们 当亲友妹的 一起养大 你们也抓得好 你们也处得好 突然之间他们也成联的关系 这个我们从父母的那儿接受来 那当初你们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和他两个是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嘛 然后呢 感情本来就是越来越深厚 然后 我知道我就是我 妈妈领养的我以后呢 我就觉得我和他两个 就和我哥哥嘛 我就觉得可能还有一些 就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 然后 在那个我们 大学 我们就在一起了 然后我们就想着 大学过号毕业了两三年 等我们两个已经蛮稳定了 就告诉我舅舅和我妈妈 但是没想到我妈妈和我舅舅 就商量了一个事儿 就把我带去北京了 是因为这个事情 妈妈在带你去的北京 没错 就把我们两个给拆开了 他们两个这样子做 真的是 就是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看到你聊到这个事儿的时候 突然间表情出现了怨恨 是的 现在都还记得这个事儿 对啊 我在北京是怎么过的呀 他们就自己决定 他们就靠家长的这种思维 和他们这种想法 就把我和他两个分开了 我和丽萱会怎么想呢 我们一起长大 然后那么多的感情 那么多的回忆 你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我们小孩的想法 好 我大概了解你的想法了 但是你刚才一口一个我们我们 那我们就问问 这个我们里面的另外一位 那就是丽萱 那你是怎么想的 对待现在你们之间的关系 现在 如果当现在的话 我就只把他当成那种 就是 就与亲人那种感觉 就是 还有可能在一起吗 不 这个肯定不可能 可是他信心满满的告诉我们 这是你们俩共同的想法 要在一起 这个是之前的事情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想过这种事情 我根本 你没想过 那你还跟我联系干嘛 只把你当作我的妹妹 我才跟你联系 我没把你当作她 只爱的那种 跟那种方式去跟你联系 那我发几条短信 你就不跟她领结婚证了 你发的什么短信 那跟你那个什么的关系 就他告诉我 他马上要结婚了 然后我就说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就问了他几句 反映了他几句 然后我就知道 他没有跟他去领结婚证 我已经从而走出了 再说 再说 再说前一段感情也是 爸妈都在说问我这个问题 你每次有多多好多 啥子也不说 就会过来成为这个事情 好 这样子你现在跑过来 我现在好不容易 挨断下来 你又要跑过来 跟我老了事情 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我现在不是就想要 挽留我们两个这段感情吗 我现在你不累了 我现在你不想跟你 再有任何的关系 我就只想把你当作我的妹妹 你俩到底断干净了没 张丽萱迟迟不肯结婚 小心又仿佛调查男友的手机和行踪 引发矛盾的焦点似乎都是因为邓谦 邓谦是张家林养来的孩子 所以从小就和张丽萱亲为主马 如果当初不是家人的强行拆散 可能两人现在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每一每提到这些 邓谦总是满脸怨恨 并且坚决表示 要让张丽萱和自己重拾旧情 可是丽萱好像并不愿意回忆从前的感情 也表示两人不会再有可能 那么从北京赶来成都的邓谦 会就此死心吗 小鑫和丽萱的感情 又能够走到最后吗 我觉得他一上来就跟我们那个小张做得很近 然后小张的态度呢和他的姿势呢 也毫无违和感 我觉得他为什么这么 不是觉得邓谦哪来的这种自信 因为这个小伙子给他的呀 你是这样想的吗 对啊他嘴巴上说没有没有 就像他最开始说 牛嫂 所以说上他最开始 什么不要脸了 你才不要脸了 我们两个都跟你插足的好吗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真的吗 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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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女朋友 你到现在都没有给一个明确的态度 或者是给一个 你说了话但你的态度不明确 你跟他做那么近 你跟你女朋友还没有做到一起 你一点动作都没有 你就一直做在哪 你能不能把你女朋友拉到你那边 让他下台去呢 你有没有这个动作有没有这个破例 你打人的破例都有 你连这个破例都没有 或者说今天在这个台上就把话说清楚断干净 我之前都不愿意去想 丽萱你这儿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我还一直在选择说 可能相信你吧 跟你没必要 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 什么没有必要 所以他以后每次联系你 你都会这么温和的说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只能做兄妹 然后就一直这样扯下去吗 我就想过帮哥 该说了该说 我都给他说了 你不再不小心会怎么想 他难不难过 你用行动来告诉我们 你是喜欢哪一个 你是愿意跟哪个在一起 是说你应该让他自己选择好不好 你这样子 你总经历 你扔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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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决定还要爸爸来拉你 女孩子你已经看到了 这就是结局 这就是现实 这是爱的男人 对 然后你还坚持你原来的想法吗 你还坚持你原来的说法吗 那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并不能够给她什么呀 我觉得她跟我在一起 那她能给你什么 立轩能给你什么 我觉得她能够给我安全感 再说了我刚刚听她们说 好像她们之前还会有家暴 我觉得立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从来不会打我 而且对我很好 这天 你们之间就像清风美一样 你要走得出来啊 你老是存在里面 你弄得她们两个咋不动嘛 她现在已经不太爱你了 行 那我就这样 我就听立轩自己说 亲口说一句 我就自己死心了 好吧 小西 你说吧 我觉得哈 我已经走出来就是 亲爱的感性 给你的感性 我已经毫无感性的问题 我只是把你当作一种 亲人一个妹妹 是吧 如果你想 尤其他这样子的话 真的我爱起来都没有 还有就是 之前我每次 我爸妈以为这个事 说我 你当时在那儿 都是我自己来出来这件事情 所以我当时我觉得很累啊 小西 我现在不想在这太之前的事情 我真的累了 我已经走出来 我不想太多 啊 就是 现在就是要 你要走出来 你别说话 你 你说啥话呀 有你啥事啊 我和他们说 不要说 我整两个 我们已经很生 你们两个都不要操 不要操 行 今天不要操也不要 我自作多钱好了吧 我从北京回来 我就自作多钱的 但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 不会幸福 我也不会祝福他们 会有我的影子 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 永远不会幸福 会有我的影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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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